Hello大家好我是前辈 我们在宁波也待了几天了 有点有点点无聊了 在沙发上躺够了 所以我跟主驾开着房车来东前湖 溜达溜达 这两天宁波的天气真的太舒服 不冷不热的 我们来的时候正好是吃晚饭的时候嘛 所以我们在附近的菜市场买了点大闸蟹 今天又吃大闸蟹了 刚好房车里还有年糕 准备做一个大闸蟹炒年糕 这螃蟹是我在菜市场买的 然后这么大的个头应该一只是二两多 五块钱一只今天价格还蛮便宜的 超市里就贵了 超市里就差不多七八块钱 我一共买了十只 然后六只青蒸四只炒年糕 这个螃蟹要沾一点淀粉的 这一边给它接一下 我是整只螃蟹对半切 网上看到的 刚才大闸蟹油炸了一下 然后煮了大概三四分钟 我现在年糕倒进去 一起煮个四五分钟吧 差不多了 年糕就不放晚了吧 太多了 不然我们晚上吃不了那么多 我感觉大闸蟹炒年糕 跟缩子蟹炒年糕 味道还是有点不一样的 完全不一样 缩子蟹炒的鲜我跟你说 但两个味道都不错 都可以炒 这个也很鲜啊 但没有缩子蟹 不一样的那种感觉 可能我是海边人嘛 所以我觉得缩子蟹比较鲜一点 然后可能那一路的人 他们可能吃大闸蟹就没什么 吃缩子蟹就有点腥 下次我们可以用虾 鱿鱼都可以炒 现在年糕已经到了 最好吃的时候了 冬天到了嘛 新米上了 我能打个申请嘛 下次我们这样炒年糕 不要再放生姜了 我又不怕腥 每次一道 总是在这里面夹杂着一个生姜 很难送的 整个味道都变了 刚刚没能阻止你 这五块钱一只的螃蟹还挺好的 对啊 等它再平一点 可以做虾纳蟹 不是 我做那个 把它肉停不去装 那你买那种小螃蟹就好了 那弄得很烦的 稍微大一点肉多一点 好 吃好饭了 我明天准备把那个被子给它铺铺好 今天本来想睡这里的 但是一想 床摊都没铺好 好 我们还是先回家吧 明天再来 拜拜